成熟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男人之所以成熟 至少都明白一个道理 真正能够长期走下去的人 不是只会撒娇的那种小女人 而是能够给自己那种轻松 舒适的那种正常人 成熟的男人更看重的是 对方能否给予自己需要的东西 所以成熟的男人的择偶标准 往往更加的现实 首先是懂和理解 越成熟的男人 越需要的是一种 爱情当中的合作伙伴关系 母性或者女儿性太强的 都不是成熟男人的选择 其次就是稳定 然后理性 成熟男人要的是家庭感 他不再是那种原来 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激情那种浪漫 更俗套一点来说的话 他们想要的是过日子 所以需要一个懂得生活 有同样目标的女人 两个人才能共同实现双赢 有问题那就去解决问题 没问题去创造问题 这个就是他们要的稳定的伴侣 第三就是互帮互助 互惠互利 也就是说对方身上 有可以让她得到好处的长期特征 比方说贤惠 孝顺善良 这种女人可以帮她把家庭关系 维系得很好 事业型的女强人 可以为她提供资源便利 能够为她承担起很多很多的工作上的压力 那最后就是信任 这种男人非常非常知道 遇见一个合适的女人 有多么多么不容易 更懒得在爱你的时候 同时去朝三暮四 如果你整天疑神疑鬼的 她会觉得自己的长期以来 用心经营的感情 她得不到信任和认可 难免就会有一些失望和心寒 所以成熟的男人的确需要爱情 这种爱情是能够给他们带来 稳定轻松的自立模式的 而不是因为对方价值很高 长得很美 然后产生了这种逃跑模式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 他们是鲁莽的追逐者 那么成熟以后 他们就是理性的等待者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优质男人的一些特点 包括他们的内心在想什么 或者在这段关系当中 不知道怎么样翻盘的 来找我 我告诉你 没有搞不定的男人 有干货问题想学习的 可以进首页粉丝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